小王子与玫瑰花吵了一架 展开了七个星球的旅程 他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却还没发现音乐的美丽 小朋友你想跟我们一起寻找古典音乐背后的故事吗 欢迎光临小王子的古典花园 欢迎光临小王子的古典花园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九点到十点 与古典音乐台以及YouTube同步播出 我是绝如姐姐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住在台中的小朋友 他叫做凯鱼 我们先邀请凯鱼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凯鱼 大家好 我是何凯鱼 凯鱼你现在几岁 七岁 七岁哦 那你在哪里念书呢 树艺国小 树艺国小 哦 那所以妈妈每天早上都会带你去上学吗 不是 是爸爸 是爸爸哦 嗯 那妈妈是不是有跟我说 你最近有在练钢琴 在上钢琴课 对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弹过哪一些曲子 快乐颂 快乐颂 还有别的吗 小步舞曲 小步舞曲 绝如姐姐小时候也有去过那种 大家上钢琴团班 那种都蛮好玩的 就是老师会在前面弹伴奏 然后下面的小朋友跟着弹 对不对 对 蛮好玩的 那你刚刚有说到快乐颂 你知道快乐颂的作曲家是谁吗 贝多芬 对 是贝多芬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贝多芬的故事 还有欢乐颂的故事好不好呢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贝多芬的故事吧 我想和莫扎特弹歌剧 想和贝多芬聊音乐 我们想要 日见小小音乐家 耶 其实呢 在刚刚我们听到那一小段音乐的时候 凯鱼他跟我分享了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曲子 叫做圣诞节 我觉得他好厉害哦 才七岁的年纪就可以自己作曲 真的很棒 那凯鱼你对贝多芬的印象是什么呢 他有耳聋 对 他有耳聋 那还有其他的印象吗 他的头发卷卷的 他的头发卷卷的 对 贝多芬他是一个觉得 不用太过于打扮自己的人 所以他的头发呢 总是都会乱乱的 那你知道他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吗 月圣 对 贝多芬他是月圣 那九如姐姐现在就来跟你说说 贝多芬他的故事哦 1770年的12月 贝多芬他在德国的波昂出生 在他十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跟克里斯蒂安 哥特洛布尼菲老师学习音乐 并且呢 在1787年的三月 前往奥地利的维也纳学习 那个时候他去奥地利的维也纳 他其实是想要去找莫扎特学习 不过呢 莫扎特他非常的忙碌 没有办法教导贝多芬 而且啊 贝多芬他从小 就是被他爸爸打呀 骂呀的长大 他爸爸因为很爱喝酒的关系 所以呢 常常就会在贝多芬还在睡觉的时候 就把他挖起来就说 贝多芬你起来练琴 但是呢 小朋友在睡觉应该不会想要起床练琴吧 不会 对啊 就是譬如说 你在家里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妈妈或是你的爸爸说 哎 明天要上钢琴课 你现在就半夜起来练琴练一练 这样应该会有点生气吧 对不对 对 对啊 所以呢 贝多芬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种阴影里面 而且他只要弹错音 或者是他只要觉得 我不想练琴 他的爸爸还会打他 那到了贝多芬17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突然的过世了 在他妈妈过世之后呢 贝多芬他就常常思考有关于死亡的问题 因为他会觉得 我妈妈那么好 怎么这么早就过世了 那死亡到底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吗 到了贝多芬22岁的时候呢 他再一次的前往维也纳 他这一次呢 是要去找海顿学习音乐 但是海顿呢 他希望贝多芬可以从头开始练习 但是他以前就已经跟尼菲老师 学习钢琴学很久了嘛 他其实已经有很好的音乐底子了 不过呢 海顿却要求他要从头再来一遍 这对于贝多芬来说 他会觉得海顿好像不是这么信任他 好像不被受到重视 所以贝多芬他就又私底下去 找了另外一位老师 叫做约翰申克去学习音乐 那凯玉你刚刚是不是有说到 贝多芬他有耳聋 对 其实呢贝多芬在耳聋之前呢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耳鸣 是一个他耳聋之前的征兆 贝多芬他的心情就会随着 他的耳鸣起伏 如果他今天没有耳鸣 他的心情可能就会很好 但是如果今天他有耳鸣的话 他的心情就会不好 然后就会跟人家吵架 那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如果啊 他有其他开心的事情 来跟他分担这个不好的情绪的话 应该是蛮好的 所以呢贝多芬 他就认识了一个女生 他的名字叫做朱丽叶塔贵查蒂 贝多芬跟他陷入爱河 跟他谈恋爱 也因为这样子呢 贝多芬就忘记了他耳鸣的痛苦 不过呢 因为这个朱丽叶塔贵查蒂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的小孩 但是贝多芬他那个时候 还只是一个穷穷的音乐家 所以他们比较不适合 最后呢 就只好分开 也没有结婚 那所以呢 贝多芬经历了失恋之后 他原本的耳鸣的状况 就更加严重了 那更加严重之后呢 医生就建议他说 不然你到海里 根斯塔特去度假 那贝多芬就乖乖的去了 海里根斯塔特度假 也在那边呢 写了非常有名的 海里根斯塔特遗书 1804年 贝多芬他完成了第三号交响曲 凯云你知道这个第三号交响曲 叫做什么名字吗 英雄交响曲 对 是英雄交响曲 这个交响曲是要献给谁的呢 拿破仑 对 是要献给拿破仑的 好棒哦 因为凯云他有来上古典音乐台的 夏令营 生活实验家里面的 吸收分多金这堂课 那竹如姐姐又在这堂课里面 教到贝多芬的故事 所以他都还记得 真的很棒哦 那因为贝多芬呢 他把这首曲子献给了 他一直以来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嘛 因此呢 贝多芬就在第三号交响曲的封面 写上了 献给拿破仑波拿巴 不过啊 1804年的5月 凯云你记得拿破仑怎么了吗 拿破仑当了国王 对 1804年的5月 拿破仑他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 就让贝多芬非常的失望 后来呢 他就把第三号交响曲的封面上面所写的字 改成什么呢 对一位英雄的回忆 没错 所以呢 本来贝多芬觉得拿破仑 带着大家一起去打仗争取自由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让他非常的崇拜他 可是没想到最后 拿破仑居然自己也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后来呢 贝多芬到了波西米亚的特布里策 这个温泉区去疗养身体的时候 认识了他一直以来也都很崇拜的一位诗人 叫做什么名字呢 哥德 没错 就是约翰 沃夫刚哥德 贝多芬他跟哥德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好朋友的 可是呢 在某一次他们走在路上 遇到了一位伯爵的时候 哥德呢 他就非常有礼貌的 对了那一位伯爵 90度的那种弯腰鞠躬 然后把帽子拿下来 这看在贝多芬眼里 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哦 一个是诗人 一个是音乐家 我们应该也没有必要对于伯爵 行这么重要的礼吧 又不是遇到了国王 所以呢 贝多芬他就觉得 哥德这样子的行为 实在是太狗腿了 那之后呢 他就跟哥德吵架 两个人呢 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到了1815年的11月 贝多芬的弟弟卡斯帕过世了 在他死前呢 立了一份遗嘱 他希望贝多芬跟自己的妻子约翰娜 一起抚养他的儿子卡尔 但是呢 凯云你记不记得绝如姐姐有说过 卡尔是一个乖小孩吗 不是 他不是一个乖小孩哦 他常常会闯祸 而且啊 贝多芬他也并不太喜欢他弟弟的妻子约翰娜 因为呢 他觉得约翰娜并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 也没有尽到一个好的妻子的责任 一天到晚呢 就是往外跑 也不会照顾丈夫啊 也不会照顾儿子 所以贝多芬他就跟约翰娜一起去打官司 两个人呢 就要争夺卡尔的抚养权 当然到了最后 贝多芬是赢得了卡尔的抚养权 不过卡尔他怎么可能不爱妈妈呢 就算他的妈妈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妈妈 那但是卡尔他还是会偷偷的跑出去找约翰娜 对于贝多芬来说 他就会觉得 诶我对你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一起去找你的妈妈呢 但是凯云你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限制你 再也不能跟妈妈见面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对啊 所以卡尔他当然也不愿意嘛 那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偷偷的逃离家里 不去上学 然后就去找他的妈妈约翰娜 那贝多芬对于这样子的情形呢 他当然是觉得 天哪该怎么办 当然很多人都劝贝多芬 你不要再抚养卡尔了啦 可是呢 这是他的弟弟卡斯帕交代给他的遗嘱 贝多芬还是非常的负责任的 一直到了某一天 卡尔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他就跟贝多芬说 我想要去当兵 终于贝多芬觉得 卡尔他有一件想要做的事了 他就透过了一些关系 让卡尔顺利的进去当兵 1827年初 贝多芬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所以呢他就提笔要改写遗属 到了3月26日的时候 他在下午过世了 隔了三天之后呢 他就被葬于威林墓地 享年57岁 那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 也被改葬至维也纳的中央公墓 所以鲁姐姐我们开始讲快乐送的故事吧 好啊 讲完了贝多芬一生的故事之后 我们接续就来讲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也就是合唱交响曲 欢乐送的故事吧 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是在1824年完成的 那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两年 就是在1812年的时候 贝多芬他还在写第八号交响曲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开始想第九号交响曲要怎么写了 所以他一边写第八号交响曲 一边在想第九号交响曲要怎么写 那这个时候啊 贝多芬在第九号交响曲的构想 就已经逐渐地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而且啊 蛮有趣的是 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做库克尼 他就曾经问过贝多芬哦 他就问他说 在所有的作品当中 你自己认为哪一首是最好的呢 凯宇你猜贝多芬最喜欢他的哪一号交响曲呢 第三号交响曲音响 对 库克尼他就觉得很惊讶 他就看着贝多芬说 我以为你最喜欢的曲子 应该是第五号命运 不过呢 贝多芬他就说 才不是呢 是第三号交响曲 虽然我最喜欢这一首曲子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对于整首曲子都感到很满意 我觉得啊 我将来一定要做一首 跟这首曲子形态完全不同的交响曲 而贝多芬说的这首完全不一样形态的交响曲呢 就是第几呢 第九 对 就是第九 而且那个时候贝多芬 他就已经对于第九号交响曲有构想了 所以啊 他才会这样子回答 那么由于贝多芬 他不断地思考着第九号交响曲的结构 所以呢 就陷入了一个失神的状态 就像是他一直在发呆 那贝多芬在他自己的笔记本当中呢 就有写下了很多很多的笔记 譬如说 他希望他的第九号交响曲 不要太柔和 不过还是要比以前的作品 再更明亮明朗一些 那他希望他的作品一定是完美的 为了要追求更完美 更伟大的内容 让贝多芬长久以来呢 都陷入一种思考的痛苦当中 有时候他会充满信心 有时候他会感到绝望 他一页接着一页地把他的构想 还有感受记录下来 不过呢 他始终是找不到他在第九号交响曲当中 所需要的一首 洋溢着欢乐的歌曲的歌词 后来贝多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 很适合用来谱写这首曲子的歌词了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欢乐颂 没错就是欢乐颂 贝多芬就选用了喜乐的欢乐颂这首诗 那我们先说到这边 先来听听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和唱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 那我们请凯鱼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乐章吧 第一乐章是从容的快板 有庄严的感觉 而且是有震撼力的曲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贝多芬 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吧 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 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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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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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小王子的古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号交哨曲 李宗盛 第二个乐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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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场演奏 你不要在维也纳首演啦 请求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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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您将伟大的作品演奏给我们听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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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姆务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播放第9号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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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